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立法會發表2022年施政報告 當中交代多項運輸基建項目 我會落實基建先行 創造容量的競選政綱 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降渡策略性研究 建議興建的三條主要降渡和三條策略鐵路 形成四通八達的道路網絡和鐵路系統 拉動未來發展 鐵路方面建議興建港深西部鐵路 連接洪水橋和前海 促進香港和大灣區融合發展 又建議興建第12條鐵路線 名為中鐵線 由元朗錦田經葵沖連接九龍塘 舒緩全馬線的再位壓力 第三條鐵路是將目前張均路線向南伸延 同時建議興建張均路由塘隧道 配合張均路第137區的未來發展 剩下兩條的主要降渡就包括連接大埔 和西九龍的沙田繞道 和由天水圍經新田 連接古洞北的北都公路 政府會繼續推動北部都會區其他鐵路建設 其中北環線古洞站將會在2027年啟用 而洪水橋站和主線工程也會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動工 政府同時會加快推展多個區域中的道路基建項目 包括11號幹線、屯門繞道等 政府也會持續推進各項智慧出行措施 結合交通運輸和先進科技 並且預期在2025年公布運輸策略欄圖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一直深受市民歡迎 我宣布將這個計劃的臨時特別措施再次延長6個月 即是由今年11月1日至明年4月30日期間 政府會繼續為市民每月超出200元的公共交通開支 提供三分之一的補貼 以500元為上限 結合內部的焦罪